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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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求职者应聘上课后 开始接受了系统的管理培训指导 在近一个月的受训过程中 每个人都收获颇多 而且他们还迎来了咖啡之一的董事 著名主持人何炯 与他们一起分享企业文化 何炯对他们的加入更是寄予了厚望 我们应该算是同事吧 对不对 对 算同事 我在咖啡之一应该算是始作有者之一 我跟影头 然后我们一起 然后我们一起 通过这个非你莫属来到咖啡之一的这几个年轻人 跟他们有了一个虽然很短时间 但是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接触 我觉得他们的这种执着 简单 还有认真 对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不管他们之前是有什么样的工作经历 或者是什么样的教育背景 我觉得其实在现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 如果你能够用一个执着的心 然后特别认真的这个态度的话 我相信在咖啡之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工作领域上面 都会有一个很好的表现 那在这里呢 再一次感谢非你莫属 为这个年轻人在职场上可以打开一条新的道路 然后呢 也在这里衷心的祝福 在北京开业的北京咖啡之一 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 我也会在咖啡之一的北京店 和大家有一个不见不散的约定 这里是大型互动职场招聘节目 非你莫属 欢迎节目主持人张上高 步步高 非有 智能手机 非你莫属 欢迎12位博士团成员 欢迎大家 有些招聘前 五八同城 感谢本节目的特约播映单位 五八同城的大力支持 取自全球 健康全家 感谢汤晨备剑 蛋白制粉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所有成功的求持者 都可以获得由汤晨备剑提供的 健康大礼包一份 您可以登陆我们的 独家人力资源支持机构 虔诚无忧的这个网站来报名 来 热烈的掌声 第一位 在俄罗斯留学7年 很多单位觉得你是龙先生 所以说就搞得自己现在 是一种高不成低不做的状态 在生活中我是个活过开朗的人 我希望把我这份活力 带到工作中去 我觉得做笔说更重要 所以我在今后的工作中 会少说话 都会做事 爱静26岁 该租人 莫斯科国立大学 管理学专业硕士 哈喽大家好 我是爱静 我来自甘肃兰州 今年7月份毕业于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 取得管理学硕士 目前正在找工作 我今天来到菲尼莫署 想求得一份人力资源助理 或者是行政助理的工作 谢谢大家 今天要找的工作是什么 人力资源方向 助理啊 人力资源 你没有相关经验 也没有念过这个专业 看过相关的书吗 专业书 你看过一点点 比如说 就是最基本的人力资源原理 好 你身上的什么 非常适合人力资源 我觉得我的协助能力 还有与人的沟通能力 然后 与人沟通能力 对啊 那假设你现在是人力资源 你呢 要打电话给我 想让我到你们公司来面试 你注意我是个高端人才 对啊 就是我呢 给你们公司投过简历 并且经过调查 你知道我还给好多家 投过简历 现在很有可能 马上就要去吉乌特 但是你们公司想要我 你要说服我 来 给我打电话 喂张医生你好 我是某某人力资源公司的 人力资源顾问 我看到您在我公司投的简历了 我想麻烦问一下 您还有这份 就是去来我公司的意向吗 我已经在吉乌特找到工作了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对我们公司还有兴趣吗 你们给的钱是吉乌特给的的一倍 我就有兴趣 因为这个现在我不能马上答复你 我希望你能抽空来公司面谈一下 行吗 但是如果我这样的话 我去你们那块 你们最后要告诉我 你给不了我这个 我就白去了吗 我去干嘛 我觉得来我们公司不会让你来 白来的 我觉得这一趟您值得去 好 你告诉我你会给我什么呢 你说不会让我白来 首先 公司这一块咱们先不说 因为这都是要跟 就是公司上层要沟通商量的 但是我觉得 以我们公司现在的实力 更适合您的发展 然后更能 就是体现您的自我价值 然后在我们公司您的发展空间会很大 他在和人沟通的时候吧 老觉得有点小委屈 对 对我就觉得我一直想说 你那个乃生乃气 真的是很影响你的发挥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每个人都喜欢和对等的人谈话 面对这么一个高 高素质的人才 他会觉得如果派了底下一个小孩 不是人事总监在跟他对话的话 他肯定不会跟你谈话的 对 而且另外就是说人力资源要为面试的时候 其实是个销售之人 你得把公司优势销售出去 当你收货的钱哪是哪气势 我会觉得公司很快关门了 如果不做人力资源 还做什么 行政助理 行政 对 少刚我觉得你一上来说人力资源 我还是蛮兴奋的 因为我们现在就真的大量找人力资源顾问 我不怕你没有经验 但是我很怕你没有学习能力 我很怕你没有沟通的能力 这样小飞 我给你一个任务在他的身上 这个任务就是在大家提问的时候 我最后会问你 通过大家提问和他不断地回答 你给我一个判断 他的学习能力到底怎么样 OK 没问题 好 觉得你自己沟通能力强 其实我们说沟通能力是什么 其实是一个影响别人的能力 好 所以你要说话就有一种感觉 我要影响到他 好 因为我的问题是这样子 你看你在国外大概今年 估计花不少钱 你回国找一份工作 现在说行政助理是非常非常基层工作 说好的话可以说你是非常踏实 但另一个角度讲话 七年之后读这么多书 为什么这样一份很简单工作 你愿意去找 因为自己没有工作经历 没有工作经验 我想在这两年 就是找一份助理的工作 自己寄了一些东西 自己沉淀一些东西 上次有个同学说找行政助理 问了工资多少 要五千 我们一样的问题 你的目标薪资是多少 三千多 OK 好了 学的是工商管理 对吧 最后硕士毕业 应该是一个就业很宽泛的专业 你为什么选一个偏后台的工作 而不是在前台 比如说市场啊 销售啊 助理这样的工作 而是说选一个行政 这个人力资源 我觉得一个是自己的爱好 然后另外一个可能是自己本身 我觉得比较适合做这一块 而且做销售或者是做前台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到现在为止 每个人都在销售自己 你无时无刻不在做一个销售 很多时候高学历会成为一个特别好的敲门砖 但是反过来讲 当你的表现不够匹配这个高学历的时候 会变成一个特别大的包袱 你觉得你自身的优点 很匹配人力资源和行政的岗位 那就老问题了 在大学里头做过哪件事情 你觉得可以证明你适合人力资源这个岗位 好 就是我想证明一下我协调能力吧 在本科期间组织学生会 就是历年学生 中国留学生的第一届篮球会非常成功 篮球运动会 要协调各个学校学生会 然后还有就是你要避开 等等你们学生会 你在学生会里有担任什么样的职务 中国学生会的副主席 中国学生会的副主席 那还可以 我总觉得爱静到现在为止 他还有些很多东西在保留 比如你的感觉上 你举办过这么你自以为好的这样篮球赛 你应该写到这个获奖经历里边 或者是说你在学校当中担任中国区的这样副主席 你要很自豪地写在里边 为什么没有写 为什么要这样保留 因为我不知道就是 就是那个应该填在哪一栏 然后所以我就没有写 但是后来就是问我的时候 问到这些问题了 我回答了 两样你说的那是另外一种 就特别喜欢表现自己的 很喜欢张扬自己优点缺点的这种人 个性特征的人 但他不是 他是一个内敛的 他一定是要跟你很熟了 跟这个环境很熟了 他的那些自然的天性就会释放出来 所以到那时候他会是一个很热情的 很有想法和计划的人 好小飞来给我们你的判断 其实我很担心他的服务意识的问题 就是他从上场到现在 他没有一次主动跟大家笑过 一个女孩子 人上来之后主动给你黑黑笑什么呀 对 你起码要有个微笑 而不是那个嘴 你一个傻爷们上来黑黑黑跟你笑 一个姑娘上来跟你黑黑黑笑 因为我们也都跟他笑 他的嘴就是一直这样 就往下这样沉嘛 再一个呢 你看他可能只有在弹到篮球的时候 他的手是从后面拿到前面来 他一直拿到后面的感觉是什么 你想想我们女孩子一般这样是什么 凶色呀 不是 少高 这种时候我是觉得 第一个就是 不知道是被家里还是被自己 比较宠爱自己 就是希望什么东西都送到我跟前 我看看 我喜欢不喜欢 想要不想要 不不不不 我们看一看会不会男老板都留下 你老板都走了 来 十二位 选择 我本来刚才都要走的 说完之后我想了一下 讲完了吗 要再挺他一下 当然了 来吧 你要像他们这样 你注意 格小飞有这样的心理 你怎么利用这个心理反击之 这就是能力的表现 天生我有 文杰 我有一个问题 你做硕士 然后找行政助理 我觉得挺靠谱 挺务实的 但是这是你目前的一个计划 对吗 对 那你有没有想过 做其他除了人力资源 其他的行业 其他的专业 其他的 其他的方向 比如说 营销 我觉得营销 我自己可能不太 市场 产品 都可以试试 但是就是我觉得个人比较喜欢的是人力资源 好 我想大概了解一下你的家庭 因为毕竟支持女儿在外国读那么多年书也挺不容 你父母是做什么的 我爸爸是做行政的 然后我妈妈是设计师 设计师 爸爸妈妈经常夸你吗 不夸 我爸从来不夸我 那你要求表扬吗 你跟你爸要求表扬吗 我觉得我做到了 他就会看到 我觉得我不用说 不 你看到了之后 其实你心里面 可不渴望你爸表扬你吧 渴望 他没表扬 但是我也不失望 就时间长习惯了 我觉得这样在工作当中 实际上作为我们boss来说 是很好用的 就是你不用有很大的压力 说我忘了鼓励他 他就他会特别自立自强 是不是你 但是你看我爸不怎么夸我 我特别爱夸别人 拉倒吧 烧钢 真没这回事啊 这是幻觉 真没有幻觉 来 到了十位选择的时候了 如果你们留下 主动权将会转移到人的手里 选择 哇 速度太快 我一阵担心 但是没关系 还有两家留下来了 谈钱不伤感情 这样 地交受奖提供的职位 就是人事助理 三千块钱底薪 试用期是三个月 对 然后试用期期间呢 是折 因为你没有任何工作经验 我肯定会要从基层开始做起 明白 进波 五八同城 五八同城提供的职位 是人力资源部的助理 主要是在薪酬福利方向 而不是照片方向 我们提供的薪酬是四千 试用期也是三个月 十五秒钟的思考 告诉我 安静 你的选择是聚焦摄影 还是五八同城 还是跟二位同时说 谢谢你们的好心 我走了 我选择五八同城 免费招聘前五八同城 感谢本节目的特约播用单位 五八同城的大力支持 为什么就选择五八同城 之前对五八同城也有一个了解 然后也了解他们 也是有一些专门 人力资源这方面的工作 所以如果个人兴趣 还是在人力资源这一块 所以选择五八同城 取自全球健康全家 感谢汤城备剑 蛋白制粉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所有成功的求持者 都可以获得由汤城备剑 提供的健康大礼包一份 您可以登录 我们的独家人力资源支持机构 前程无忧的这个网站 来报名 或者是在新浪的 菲尼莫署 官方微博中和我们 boss团的成员 实时对话 发表您的感受 当然本栏目的这个邮箱 您也可以投递简历 或者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电话 1870 1531 711 移动联通电信用户 都可以编辑AGE 加上留言或者报名信息 发送到106633 5577 也许下一个求职应聘者 就是您 这里是顾不高 微博智能手机 菲尼莫署 我刚刚高中毕业 菲尼莫署这个平台比较好 台上的老板 其实比较能 看重你的各方面的能力 自己的能力展现出来 就能提供一份比较合适的工作 因为我自己现在也不太清楚 能干一些 就是干一些什么工作 就是如果有合适的 都可以考虑一下 陆生19岁江西人 高中学历 大家好 我是陆生 马路的路太阳生起的生 就是太阳生起的时候出生的 今年19岁来自江西 今年7月份高中毕业 来到菲尼莫署 我想求职的职位是 等一下 营销策划的助理或者是市场营销或者是三维设计相关的工作 我相信我的经历和我的年龄 有点不太相符 但是我相信一句话 莫笑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能不死君 谢谢大家 创纪录了 我们又创纪录 前段时间来了一个20的 我说是非你莫属平台年龄最小的 这次正式说 这是最小的 19岁 92年的 92年的 19岁 你为什么不试着去考一个大专 就是我今年是六月份毕业的嘛 就是六月份高考嘛 就之前家里发生点事 在就是那个没考好 就考了一个大专 那个录取通知书都下来了 但是没去读 就觉得自己没考好 那你就复读一年呗 你19岁找什么级工作 就是家里发生点事嘛 现在就是如果要复读 只能靠别人资助 我就不愿意这样 我想靠自己 你是家里面是 他19岁有7年的网络游戏经验 不可能考好的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玩网络游戏的 初一 玩到什么程度吧 玩到什么程度 就是在可以卖东西给别人 其实就是网游带恋吧 不是网游带恋 卖东西给别人的那种 称为游戏杀人吧 你现在玩游戏是 因为喜欢游戏而玩游戏 还是为了挣钱玩游戏 就因为为了挣钱 但是打发时间的时候 又能挣到钱 就是更开心 那我还要说这个事 就是你哪怕家里面出什么事了 就父母今天都出事了 父母 对 你父亲是因为什么 就是我先说我母亲嘛 就是母亲 年前一月份的时候 查出了急性白血病 今年一月份 今年一月份 就是年底嘛 那时候我们还没过年嘛 查出了急性白血病 再后来就是母亲就是 去治疗嘛 但父亲一直都有 间歇性的精神分裂症 明白了 他就是承受不住这种压力吧 可能要自杀了 三次就第三次 没有抢救过来 我妈妈就在父亲去世后的 一个星期 也是因为没钱一支 你的计划是做个什么工作 做个市场的营销 或者策划助理的 或者三维设计 市场营销是干嘛的 就销售 愿意做销售 愿意 你的你有什么能力做销售 我能加班 能吃不 就是我还是想找一个 就是其他销售或者策划的工作 你可以就是出个题考考我 或者怎样的 好 我出题考你 这样啊 你发现这小孩还挺见招的 不是 来 这孩子其实素质很强 来 看住 卖 你擅长卖什么 你说 卖皮鞋吧 我呢就是瞎转 进来了 正在一双鞋前面看 多少钱这个 你看到的是哪款呢 就是这个 深色的这个 这个 这个现在 我们在搞促销 就是打折活动 它现在卖99 只要99 有贵一点的吗 这个一般就是我们店里 稍微贵一点的都在这一排 它都是 就这个黑色的 这边500600的 700800的都有 好 我就这700多的 700多的 能打折吗 要看就是您 试一下合不合适吧 要看我一次是买三双的 还是13双 不是不是不是 你试一下吧 就是穿那盒角再谈嘛 它的 非常好 好吗 我觉得挺好的 首先它的那个 销售的这个技巧 逻辑已经很强 比方说 它刚才一上来 它销售有技巧吗 它刚才一上来 就说我们这个做 凑销价99 它很会找那个顾客的心理 其实少刚啊 人家不是有销售技巧 它是相当聪明 我觉得是 而且它是 相当聪明 而且我觉得它是 社会观察力比较强 这一套是我们经常见到的 你先试试吧 少刚啊 我今天说 我今天会力请它最后 因为我觉得它是 什么东西 性格决定命运 这样贵博 你说它聪明表现在哪里 你看它的这个 人生的履历的话 它不可能有多少的社交观念 可是你看它最后 让你穿鞋那一下 给你搞价的时候 满脸的笑容说 你试一下吧 你试一下吧 就逼着你那儿脱了鞋 穿上对不对 人都怕麻烦人 一般试了好几次 写以后 人就会购买的东西 你不好意思不买 这叫互惠 来三个 小鹿啊 小看了你 你这上应该贴一张纸 上面有三个字 小狐狸 我今天给这孩子 就一个是聪明 再因为我觉得 它素质非常好 素质特别好 就是说它一个是学习 它会有学习的能力 然后它又迅速 跟别人沟通 影响别人的能力 我觉得这些 而且一个人 不管做什么事情 哪怕是玩游戏 能把一个游戏 玩到我们说 高段位的时候 就代表了 它的工作能力 只不过是 你需要一个 它适合的这样一个环境 但是我觉得太可惜 我觉得这样的孩子 真的应该再读几年书 谢谢杜贵老师 咱其实呢 年龄不大 有点社会经验了 对吧 第二 有没有哪个行业 是你想干的行业 就是 技术方面 或者电脑方面的 就是像电子商务一块的 电子商务一块想干 第四 第四了 第三 咱们现在 看过这个节目吧 看过 看过 是吧 看了好多吧 全部看了 全部都看过 对 中式粉丝 中式粉丝 你最喜欢谁啊 这些老板里 蛮喜欢你的 其实就是 老板里 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优点 会聊天 下一个问题 老板里有你喜欢的吗 有 谁 陈欧 你喜欢 别说话 你喜欢陈欧的什么 就是 感觉他 就是个人魅力 老板里有你不喜欢的吗 实事求是 我真说了 我不喜欢跟陈欧 不喜欢跟陈欧 刚好飞 为什么呢 就不喜欢 不喜欢还是要理由嘛 对对对 所以我们鼓励求职者说 你看听完你说的实话 刚好飞 多开心啊 但是孝刚 以后不要再问了 刚才我紧张了半天 吓坏了 我听声流了 我不会 我不会 我们在这个舞台上 看过很多年轻的求职者 少年不识愁滋味 未复心慈强说愁 但是真正面临生活的不幸 这么干巴脆的小伙子 太难得了 来12位 做出判断 第一次做判断 你们决定让小璐 继续还是离开 选择 黄金离开 小飞离开 文杰离开 虽然离开 不错 四个人离开 八个人流了下来 天生我有害 有问题 你在你是坚决地 要在北京工作 还是其他城市都可以考虑 最好是在北京 其他城市也可以考虑 都可以考虑 最好是在北京 其他城市考虑不考虑 不考虑 又不考虑了 都没来过北京 就觉得北京是很神奇的地方 就是 机遇 我就觉得机遇大 竟然来了 混不好就不回去了 我觉得北京对于你的压力更大 学好的机会大 学坏机会也大 这我也知道 而且小伙子 我建议你不要一上来从销售开始做 这是因为你太聪明了 如果真的有一些积累会很好 所以城市 要如果现在让你回去读书 有能力读书和选择城市 你肯定要选择读书的 所以现在城市真的不是你第一要考虑的问题 他可以在工作里面 挑一个自己喜欢的方向 你可以去参加培训 公司内部的外部的培训 两个方向 一个是设计部门做设计 还有一个方向是做销售产品的设计 第一品牌 2010年A股成功上市 龙翠云 此行与飞移木树 合作招募 全球原料采购总监 年薪50万 就是能在北京待会好好干 能找个了女朋友 这是以后的事还找 那你的梦想是什么 赚大钱娶美女 这样 有点聪明 毫无 就是不用质疑 但是 有的时候 可能因为过早的 出来在外面打拼 所以身上 开始有一些小小的江湖气 包括你的梦想 没错 挣大钱娶美女 没错 我也想 不是 我就说他就是气氛嘛 对 他又为了气氛 为了好玩 为了大家能够笑 其实我比较 就是 有点小幽默 好 来这样 八位 做出你们的第二次选择 如果你们登仁留着 主动权 转移到陆生手里 选择 吉务特 你好 吉务特是一个卖创意产品的 这样的一个零售型的公司 然后我能提供我们门店的导购 那么先从初级导购开始做起 慢慢的我们有很好的晋升制度 你可以晋升资深 然后门店的店长督导 这是你的职业发展的规划 职标摄影 陆生 我这有两份设计的工作 那就是说两块 一块是平面设计 因为我们是婚纱摄影行业 另外一个是我们的一个 室内的一个景的一个设计 我们定期会有开发很多个景 比如说一个月 我们至少开发四个景 一些老景还经常去更新 每年我们有5000平米的增加 这是一个设计助理的职位 还是设计的职位 设计 设计的职位 不是助理 不是助理 对对对 首先 如果进公司有人就带了一下吧 因为我对这个不太熟悉 有人带你 你放心 就是说从最开始的话 先从一些平面的东西 先给到你 好 来让我们听一下58同城 我提供给你三个职位吧 让你选择 第一个是网站的设计 主要是偏这个帮助商家 在58发布这个产品 平面的是吧 平面为主 也有3D 平面为主 第二个就是一个设计的职位 两个销售的职位 第一个是团购 团购 去跟商家谈判合作 让他把这个商品交易 这个比较折够的商品 发布到58来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你的本行 就是说向经纪人 销售我们的房产端口的产品 就是让他们使用58发布信息 获得客户 所以三个岗位 明白了吧 明白 设计团购 其实是两个大方向的岗位 一个是设计的岗位 一个销售一个设计 一个是销售 好吧 来 我现在想的几份职位 一方面是在我们仓库 但做什么事 我们回去再看 我说的时候 我现在不知道 因为你是张白纸 第二个可能我想象到的是 跟我们市场部 做活动的执行的一些助理 这方面是第二个 陈奥啊 你应该想办法给他一个 就是说 学习机会 能有一个人带他 能让他学到一些系统东西的 他在我们的市场部 肯定是最系统的 因为基本的市场部很强 但我不知道是否适合 跟我们说一下 如果在你仓库里面 无论你是仓馆 或怎么样 有哪一个技术 延伸的技术 比方说物流 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 是专业的 那么在你们的仓库 是不是能够学到物流的 一些技术层面 是可以的 比如说物流主管 他会搞清楚整个流程 搞清楚之后 其实还是很有帮助的 而且说实话 我们公司的高管 基本80%时间 是加在仓库里面的 所以这方面 有一点不太一样 其实他特别需要的是 一个什么工作 就这份工作完了之后 可以变成他的一个资历 因为他的人生就缺一个 因为学习已经过去了 是的 他需要一个资历 其实说实话 谁能给他资历 其实这个很重要 其实是这样的 在电商公司 如果真的仓库 你做到的时间 就是真的成为主管 或什么 你找工作 朋友找的 因为电商 人财缺很严重 好 剧名又品提供的两份工作 一个是和物流有关的工作 一个是活动执行 市场活动的助理职位 注意是助理职位 走上前去 把其中的两盏灯灭掉 最大感谢你 再见灵香 谢谢你 谢谢姚子 再见这一波 聚焦摄影和聚名又品 谈前不上感情 那么我先说 就是我们室内 建井设计的那个职位 那么那个底薪是三千 试用期是三个月 试用期是八折 另外一份工作是数码师 数码师这一块 你这个foodshop 这块的操作 需要根据我们的 现有的流程 需要跟一个月 到一个半月左右 那么这段时间 只是一个一千五百块钱的生活补助 那么一个半月 你当你可以上手工作了之后 我们是计价的工作 计价算薪酬的 大概平均下来的话 是五千 数码师的一个薪酬是五千 好 明白 那陈总说一下 您提供的薪酬方面 好的 如果有五千工作 我觉得是挺好的 我们这儿如果是库房仓库的话 它是一千二的底薪 加上食宿 就是我们是包住所 包吃的 然后我们是后面加绩效 一般说一个员工 一个月拿到两千五到三千左右 这是我们在仓库的 如果是市场部 它确实是没有 说实话 我们现在是没有这种住宿部的 可以餐部 那一个月工资是两千 因为是一个非常助理职位 我们一般是不招助理从专业起的 但是说实话 我觉得有些东西还需要在积淀 还有问题吗 可以了 15秒钟的思考告诉我们 你选择的是聚焦的哪份工作 或者聚美的哪份工作 或者谢谢 再见 以后你就代表吴巴腾腾来参加这个节目 我消失 我给他副总之位 加上真正的聚美优品 高价值齐全 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 是接受还是拒绝 你一个女孩 三十岁了 你这不叫翻过去 你这叫撕毁 太烧了 把魂都抹了 求职者寻求职业转情 再次引发能力质疑 有一类培训师确实没有灵魂 但是他们可以把这个工作做成功能 但是他们可以把这个工作做成功能 你缺少了培训师他应有的激情 就去影响别人那种感染力 别说了 为什么就把那么简单的事那么够复杂 五秒钟的思考告诉我们 你选择的是聚焦的哪份工作 或者聚美的哪份工作 或者谢谢 再见 还是这种崇拜的力量 大于了理性的思维 还是太小了 太小了 陈欧的另一份工作很适合他 良艳的工作也都很适合他 我其实觉得良艳的工作很适合他 陈欧实际上是额外给他提供的一条路 其实陈欧也知道可能不太适合他 我这说句话 聚美市场是很强的 所以做执行有些很东西 这样这样 咱们别那么说 咱们别那么聊天了 陈欧 你呢一说起来 一刷起来广告 每次都玩命的刷 咱们现在最好的刷广告的方法 企业最负责任的方法 对员工负责 对吧 尤其是这样的小朋友来了之后 咱别一时他一热 你一热 邦当在这儿 欢天喜地的大家颠了 别再三个月后 陈欧交答卷 我们所有的注意力 会集中在陆生身上 我们倒要看一下 三个月之后 他变成什么样 好吗 这里是步步高 Vivo制程手机 非你莫属 下一位 如果能够获得这个培训师的话 那我未来可能做了一个转型 会踏踏实实进行业的 做这个培训师的工作 我只要做到一个真实的自己 然后给大家一个很靠谱的一个印象 我觉得就算是一个成功 杨欧飞30岁 吉林人 长城工业大学英语专业 本歌 大家好 我叫杨欧飞 今年30岁 毕业于长城工业大学英语专业 一直以来 从事平面媒体的编辑记者工作 今天想谋求的职位是培训师 编辑主管 或者其他和文字内容相关的管理类工作 谢谢大家 小刚老师好 莫飞好 学的专业是英语专业 对 英语怎么样 不怎么样 现在大家都很直接 真实 毕业了 对 毕业了 就有学位证 都有 都有 那我就放心了 今天要找的那个工作的方向是什么 还是编辑吗 一个是培训师 培训师 然后一个是文字和内容的 为什么是会是培训师呢 培什么去 杜总呢 人中人 你为什么想当培训师呢 培训内容是什么 是这样的 因为现在我了解了一些 这个培训师现在一个大体的情况 一般分为两种 一个是这个户外拓展的 一个户外课程的培训 另一个呢 是这种室内的偏管理的一些培训 管理课程的一些培训 户外拓展先入门 户外拓展 因为我没有这个方便的经验 你看三十岁了 突然在三十岁的时候 我以前前面那些片 我哗哗哗哗 你这不叫 你这不叫翻过去 你这叫撕毁 还烧了 把灰都抹了 双方老师我能解释一下吗 你能啊 为什么 是因为这样的 我了解了 首先呢 了解一下这个行业的发展 在中国的一个情况 发展空间 然后了解到这个一个企业文化 然后最重要的是 我了解到这个岗位职责 还有呢 就是我愿意比较喜欢和人分享 和影响别人 好 今天咱们现在室外 我替杜老师考一下 室外这么多人 都是来培训的 你现在带着这些男男女女 都是生人啊 他们之间不是特别熟啊 到户外去培训去了 今天我们要培训的主题是 我们怎么加强 我们相互之间的信任 开始 这边的美丽的女孩子 请伸一下你们的左手 稍等 没人伸 知道为什么吗 大家都 我要是伸了 我就会想 别人该怎么看我呀 我要是不伸 我就想 我丑吗 于是你看到 你这问题问完之后 所有的女孩子就 紧张 他会紧张呢 你说你对这个行业了解很多 我请问 人众人在拓展行业是什么地位 人众人的几种拳头产品 分别是什么 人众人的一个核心产品 叫沙盘技术 从哪引进的 知道什么叫 皇帝不急太监急吗 谢谢慧夫 人众人现在在这个行业里面呢 是户外这个拓展的 一个品牌的缔造者 是一个行业的翘楚 然后他现在呢 主打的课程呢 是比如 户外拓展方面的 有一些 这个 销售力的培训 销售力激励的一个培训 比如说有一些年会 管理类的课程呢 现在主要有的 可能是一些偏管理的一些内容吧 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我确实不知道 你要做培训师 你对这个职业本身有多热爱 非常的热爱 到什么程度 非常从哪来 从理想和理智的顺方面 那早干嘛去了 就是之前一直看 知道杜魁老师 知道杜总的一些情况 但是不知道怎么联系上 通过我们的节目能联系上 来 杜老师您接着分析吧 就是从你上台到现在为止 我感受不到 你真的热爱某一件事 那你刚才谈到培训师 这个职业的时候 也一样是罗列了 这个职业未来很有前景等等 不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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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东西 可是那些全部是 外在的物质条件 培训师里倒是有这样一类 就是那个 有一类培训师 确实没有灵魂 但是他们可以把这个工作 做得很好 就是 还蛮有 就他的流程化嘛 他是可以做得很熟的 那个惠普知道 有这样的一群人 是很迷恋这一类的培训师的 陶老师这点说的特别对 就是说 刚才我为什么包括那个小男孩 我都觉得他 说他素质特别好 就是在我们这培训师 我那时候讲过 我们的高级培训师的 职称里边我有一条 不管他是做过什么事 哪怕是北京街头修自行车的 但他告诉我 他是修自行车最好的 都可以作为他申请 高级职称的一个标准 好 现在到了 十二位做出第一次选择的时候了 你们觉得欧飞怎么样 觉得不错 留下来 否则的话请离开 十二位选择 五盏灯留下来 现在你要向他们证明 天生我有才 还请提问 我认为一个好的培训师 他最重要的就是 要具备一个观念 那他这个观念最核心的一个 一个核心内核 就是我想问问你 你觉得你跟下面的学员之间 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你要对他负什么样的责任 两个问题 我觉得我跟学员之间 可以是朋友关系 但是基于这个培训的一个目的 不能说是一个特别亲密的朋友关系 然后呢 就是说要把我的专业的指导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然后达到一个培训的目的是最主要的 我跟你讲一次 我被那个培训去拓展的经历 我恨啊 就是那个人就是 叫培养什么来着 就是你站在高处往下摔 被摔 培养信任的 很有信任 然后底下一帮人接着 我就摔 啪 我就摔下来 然后他就追着我问 怎么样 你感受到了什么 问大家 大家为什么要伸手 你是不是感受到大家 你这个团队是一个坚强团队 你信任他们 你们 我说大哥你别说了 我就相信他们是有人性 不会看我活活被摔死 我说 为什么就把那么简单的事 弄得特复杂 所以你说不要特亲密 要因为你的那个老师的那个 是这样 我觉得呢 就是说 我们要尊重每一个生命 存在的价值和它的特点 就是我们 你是觉得我这个生命太怪异了 不是 我是说呢 就是不要 如果你能提供帮助 就尽量提供帮助 如果你能提供建议 就尽量提供建议 不要轻易地去指责 或者是强迫一些事情 刚才少刚老师举那个特别重要 那样的培训师很多 你觉得刚才少刚老师举的 培训师的问题是什么 我觉得这样的培训呢 可能是给这个学员 就是当时可能是会有一点感觉 但是过后可能印象也不是很大 他可能没有感觉到那么深层 我被培训了好 那是七八年前的事 到现在我都历历在目 说明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这个深刻的印象并不是培训的目的 培训的目的是 培训的目的确实是 你能够发现你的可能性格方面的优劣势 我的劣势是 你的劣势是 这个我没培训过你 我不知道 其实我有点为你可惜 就是你第一的选择是培训师 但是我觉得培训师是第一现场的一个工作 但是如果是编辑记者呢 你可以弥补一些你的可能灵动不足的这个问题 但是你可以做第二现场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还是蛮希望说可以跟你走到最后 谢谢谢谢 虽然你是发现他身上有一个问题 可能是灵动不够对吧 对 这点你承认吗 都说灵动不够 我可能偏重一种专家型的气质这种感觉 可能就是不是我说我是专家 偏重这种气质 对 比较沉淀 来小龙 的确我觉得你缺少了培训师他应有的激情 就去影响别人那种感染力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萨刚老师说的 就是说你为什么在三十岁的时候放弃了自己 就甚至说撕毁了自己之前这么多年的积累 然后来选择一个新的一个岗位 我觉得你勇气真的非常可嘉 然后另外的话想问一下 像我们是营养补充机零售中断第一品牌 那我们现在公司是有一个岗位 是做我们营养一百的这个内刊的一个主编 您是否会考虑呢 可以从何考虑 他有他今年三十岁有职业经历 而且刚才我们对他的考核 基本上都属于性格 行为方式思考方式和专业的考核 对无所谓优点缺点 无所谓优点缺点 是你的特点 所以五位 你们决定失去失留选择 杜奎离开了 杉奎离开 杜奎离开 杜奎离开 杜奎老师啊 他今天是祝你来的 所以 所以我刚才其实挺犹豫的 其实因为你有对我们的文化的认同 对这个产品的认同 但是其实 做培训师和做记者 有非常一样的地方 就是你能不能问出好问题 但是这有点遗憾 好 谢谢 谢谢杜老师 现在只有一位留了下来 张希元 《钱金杂志》的主编 现在你要和希元 谈钱不想感情 所以我们提供的职位是什么 这边是两个职位 一个是策划编辑 一个是编辑 编辑是大概七千 然后策划编辑呢 会更高一些八千 但是会需要有一些 那个牺牲一些周末的时间 还有问题吗 关于精神 还有 来 继续 我想问一下 您这个需要做班吗 做班 没有问题 不想做班 不是 就是确认一下 能接受做班吗 当然能 能接受加班吗 当然能 周六周日加班 是的 媒体就这样 好 15秒钟的思考 然后告诉我们 钱金提供的这份工作 你是接受还是不接受 以后你就代表 吴巴仁臣来参加这个节目 我消失 我给他副总之位 加上真正的巨美优品 高价值齐全 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 是接受还是拒绝 15秒钟的思考 然后告诉我们 钱金提供的这份工作 你是接受还是不接受 我接受 所以我们要调整的心态 哪呢 有的时候呢 我们就特别会喜欢那些 好玩的求职者 不是 这人性格呢 也挺好玩的 和人交往的方式 也挺好玩的 其实所谓的好玩呢 包括表达能力 人际沟通能力 气和 等等 气场包括 说它为什么会不好玩呢 因为普通 不过我们这个平台 有价值的地方 不就是能让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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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普通人来找一份工作吗 对 我觉得是 如果你企业里面有十个人 应该是七个人 他做的是按部就班的工作就好了 没错 这里是步步高 微有智能手机 非你莫属 最后一位 杨树林 32岁 河南人 经济管理专业 很多 大家好 我叫杨树林 32岁 来自河南 我之前的经历呢 让我学会了 军人的知情力 警察的责任感 和那个销售的沟通能力 以及营销团队的一些管理能力 我在这里 在那个分禁莫属 我想找到一份营销管理的职位 谢谢大家 是您当过兵是吧 是 是当过兵 是 还做过警察 你刚才说到军人的经历 警察的经历 是吧 是 当兵当了多久 当兵 当了三年兵 但是那个部队撤了 抗洪就回来了两年 两年 是 后来警察呢 又当多久 警察 我在刑警队都待了四年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为什么不做了四年以后 都是那个 特兵过去的吧 就是一共带干那种 然后编制一直没解决 编制没解决 是 然后待遇特低 我01年那时候 当时是400块钱吧 这个月 所以你不是正式的警察编制 是 不是 不是那个 不是正常的编制 我回答您的问题 是 好 08年之后又干嘛了 然后就去郑州了 去郑州 去一家公司做销售 做销售 做了多久 我在之前第一份 是在我朋友的一个那个 做扎皮的 做了多久 扎皮的做了 就做一季 他们是那个论季节的嘛 然后到 一季是多久 一季从四月份到十月份 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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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 也谈塌了 截止到现在为止 是 离最 离现在最近的一份工作是什么 是一家电子横气厂的总经理助理 这份工作做了多长时间 这份工作做了 今年做的 几月份 做了多长时间 过了年 两三月份吧 二月份 到十月份 到离职 为什么又离开了 是之前承诺的那保险 到最后 因为固定统一 一直都没有兑现 这份工作的地点在 郑州 在郑州 你做总经理助理 拿多少钱吗 那薪水 底薪三千五 能拿到多少钱 底薪三千五 因为我还见着销售主管 对啊 所以我问你 拿到将近七千块钱 一个月能拿到七千多块钱 是 那没保险没保险呗 反正也不正规 自己上呗 问题就是 现在公司在发展 老板想往前面走 但是两个股东 他们已经 一直都没统一 然后 所以就又不是 买保险的事了 这样子开始 你说你在郑州拿七千 就了解 郑州拿七千和北京 拿一万都是差不多的 两万 两万 生活质量 真是完全不一样 生活成本是很低的 所以说你在北京 你今天想找 什么样的工作 好 期待薪资多少 我想找的是一份 营销的工作 营销团队管理的工作 因为我做团队 还是挺好的 我想那就是 底薪 你侍入金的话 给自己先就行 因为那个 你做营销的话 主要靠提成 我要靠底薪的话 就 是这样 兄弟 做什么都没关系 但是作为一个营销主管 你看我也是 销售副总裁 我说话条理是很清楚的 你刚才说的点 我就不认同 什么叫公司老板 想往前走 俩股东不同意 这叫什么话这是 老板想往前做 俩股东说 不能往好里做 来说说 说说 是这样的 他们三个老总 一个老总呢 他是年龄比较大一点 他想稳步发展 然后我们老总呢 就想大 股子卖大一点 是这样的 这和你辞职有什么关系 因为牵涉到管理 最关键的两个问题 我跟您说了吧 最关键两个问题 就是第一 是那个 不光我那个没有保险 因为我招来的团队 他们都反复在跟我说 那个杨哥 什么时间有保险 我跟他们 我跟老板说了 老板答应我了 我也答应他们了 这是第一点 结果没兑现 第二点呢 就是说 家族是管理 他们实在管理 好多都是他亲戚的 然后在管理的途中 他那地儿 但是你想过 刘慧普 他既然要做营销的 团队管理者 你们给提点 这方面的问题 说那块咱们 怎么也摘不清 没时间摘了 一堆头发肠 我来问 带多少人 带11个人 业绩是多少 一个月大概 我们销售团队 当时老板定的挺高的 但是销售不是太好 我们是主要走 网络营销 其实 咱们能直接吗 行 直接说 第一个月 我就出了一单 其他都没出单 你出了一单 剩下11个人 没出单 有两个内勤的 我们团队里边是 有两个内勤 就变成九个人了吗 真正做销售的 九个人都没出单 就你一个人出单 那你要那九个人干嘛 当时因为是主要 因为公司钱多烧的 不是 当时主要培训来的 对 老板说不着急 那第一单 多少钱 第一单是 拱一签的一个 是挣了 大概七千多块钱 卖了一个秤 是 一个秤 是 挣了七千多块钱 是 你刚才说 在这个企业 一共做了几个月 八个月 八个月 第二单 第二个月 第二个月就出了 大概有 二十多台秤 但是大秤就有六台 它是有大秤小秤的 好 一共 不算经销商那块的 经销商不在我们这任务 一共 一共就是 做了 就是大秤小秤 加起二十多台秤 二十 二十多台秤 毛 毛 就是毛收入 毛利运上 毛收入 收入当时是 很容易计 最高的一个月 多少 我想说一下 八个月 销售主管的这些数字 都应该是在 脑门顶上的一个 而且因为时间不长 是八个月的时间 能销 你好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如何带领你的销售团队 去分解销售任务 因为这是一个销售的领导 最重要做的就是 来 给我们讲一下 好的 是这样的 我怕是把那个任务 接下来以后 我们用年度的营业额 要求是三千万嘛 然后就分解到每个月 分解到每个月以后呢 然后 我把这个月按天先分 但是我们考核是按月 平均吗 平均吗 对 我们先按天 你们的行业不分单望季吗 没有单望季的 然后先平均分到天 然后呢就是 我们有那个能力 能力强的 我会把大单按满给他 像那个小单呢 就像那个小的平台秤啊 这几千的单 我会交给这些技术 相对也错点了 然后如果说你拿不准的话 我可以帮你去跟他们谈 谈差不多的话 你再去跟单 最后年度再总结 再总评的 林肖你给评论一下 因为我听不懂 我觉得是这样的 首先我 如果我是你的老板的话 我会觉得这个销售任务的分解方法 不是特别的合理 应该比方说 你有没有画区域 比方说因为中国很大嘛 有没有画区域去进行这样的细分的一个销售 把区域分下来以后 你们的产品 因为你总有一个目标的客户 你有没有细分到 我们的产品是在一线城市 还是在某类的二三线城市 我觉得这个应该有一个更务 是这样的 刚才我拉了一点 就是说我们分两块 第一是经销商 第二是中单客户 对中单客户 我们利益点比较大 然后对经销商 是我们每个人都分了区域 就像我们主要做河南区域的 然后这个市那个市 还有就是我们搜集信息 搜集新建的厂子 因为只有新建的厂子 才会用我们的产品 这样 书林 我现在因为我是一个 完全不懂市场 不懂营销 不懂销售的一个人 我现在对你的判断是这样 你可能真的做过 你可能真的做过 但是真的没你说的 真的没你说的 什么总监呀 管理者那么高 我的判断 其实呢 咱们也不用说太多虚话了 因为有一个问题漏短了 说这销售一共 你说十一个人吧 然后问低阅出多少 说令酒都白干了吗 正常的销馆人都明白 招销售哪有一败爱七 十一个人全招进来了 那肯定是一步一步建立团队的 对吧 所以你刚才那解释就有问题 第二个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 我再多问一个问题啊 对 普通销售工作做不做 普通销售工作 做不做 大公司的话可以 因为它要有平台就行 小公司平台不是更大吗 发展的空间不是更快吗 但它有局限性啊 好 这样 来吧 十二位 做出一个基础判断吧 选择 二位 做出一个基础判断吧 选择 我在前场似乎只有金摸一个人 亮着 你是要把这个机会留给他 还是 你按错了 还是 在我们的目光注视下 你傻了 我按错了 刚才 各位 我想说一句话 就是刚才 在韩胜进播一个人的时候 杨树林有点着急 他拉着我 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说的全都是真的 如果你说的全都是真的的话 第一 我建议你下去之后 还可以和大家 做一些交流 第二 你说话确实 逻辑性太差 这样的逻辑性 做销售的总监 可能有问题 第三 可能有稍稍夸大的部分 可能有啊 越实事求是越好 好吧 抱歉 我就想说最后一句话 我可以保证 您可以去调查 我说的全都是真的 可能你们感觉有点不理解 谢谢各位老板 谢谢 树林确实 一直到现在 要离开了 双手还是浸满汗水 全都湿了 是 重新梳理一下自己的思路 停 把这次当做一个有意义的尝试 然后让自己的那个清晰一些 准确一些 点更准一些 一定能帮你找个工作 好吧 树林 谢谢树林 谢谢 再见 我之前讲的都是真的呀 但是可能因为 你说话逻辑已经有点差 然后 没找到重点 老板们在怀疑我的诚信问题 其实我这人 我最重的就是这个 结果今天 太矛盾了 竟然是被一诚信的问题 给保定了 这点我 参政司法怎么说吧 也结束这个结果 我现在正式向 所有非你莫属的观众朋友 做一个消息的宣布 就是今天将是刘慧普 一段时间以来 录的最后一期节目 现在掌声有请刘慧普自己 到我这来解释原因 你都已经不再出现了以后 你有什么资格坐在那说 是这样 因为个人发展的 一个新的阶段 对 即将要离开 服务了几年的世纪家园 然后这也是我最后一次 代表世纪家园 出现在非你莫属的舞台上 一年了 对对对 一年了 一年了 对 有什么话说吗 第一句话 特别感谢世纪家园 因为他满足了一个 职业经理人最大的梦想 上市 第二个感谢非你莫属 非常震惊的 认识了这么多 一年以来相濡以沫的好朋友 而且招到了非常多 靠谱的员工 当然还有一个 相机电视台的主持人 刘慧普不再是 世纪家园的副总了 所以以后他 你有三种方法来我的节目 我顺序跟你说吧 第一种方法 像现在这样 站在我的身边 找工作 万一十二盏灯全灭了 十二盏灯全灭了 是非常有可能 不叫万一 是一定会出现那种情况 第二种可能性 你代表某公司 你找到了新的职位 还是做副总 你还 甚至于就 不仅仅管销售 还管人力资源 于是又代表 另一家企业 坐在这个位置上 接着招人 第三种 你自己 做一家企业 然后自己替自己的企业 来招人 对 我今天其实蛮巧合的 刚好今天 录完节目 我约了慧普谈一件事情 其实我是想 邀请慧普加入 五八同城 如果 慧普 来 招等一下 招等一下 听说 你这不是旧坡下驴吧 我真的约了他 慧普可以坐镇 我是在知道什么 你上头上头 一个人说完 一个人说 你说 你作为求职者 你坐在这个地方 可以PK一下了 对 我说完 你说完 我知道慧普 比我更适合这个舞台 如果慧普接受了 五八同城的邀请 加入我们 以后你就代表 五八同城来参加这个节目 五消失 我想请问一下 我想请问一下 晋波 给不给副总职位 当然 谈钱不相讲 钱不相讲 来吧 对于会府来说太突然了 一点准备都没有 但是 我可以让你不谈钱 你现在仔细想 马上还有老板 要说他们的职位 一会儿你要告诉我 你是接受 还是谢谢 再见 如果接受 是不是需要我们 你从这儿走 如果谢谢再见 你从这儿离开 来 我们听第二份工作 来自 其实啊 我从一开始很早前 就拼命挖慧普 但是因为我们是好兄弟 所以害怕是 从上下级之后 这种情感不在 但是如果真的慧普来我这儿 我给他副总职位 加上真正的 具美优品 高价值的期权 真正的 慧普 慧普 白包包 我不能给慧普提供职位 但是我建议他去创业 我觉得对于他创业可能更适合他 好 谢谢捣乱的人 谢谢捣乱的人 谢谢 如果慧普创业 我有很好的机会给你 咱们也可以聊待会 也可以聊 我愿意支持他 好 这样 我想说 这位求职者 小动作不要太多 好不好 不说话了 各位 全部不说话了 请刘慧普 看着我 58同城给的副总的工作 站好 没有求职者在这儿溜的 58同城给的副总的这份工作 是接受还是拒绝 15秒钟出场 神奇的网站 在2011年 我只代表是一家人 所以谢谢 再见 刘慧普是算身经百战了 但是就在这儿 站了这么一会儿 其实还是有点虚嘛 所以各位 真的你们的强大 是因为你们坐在那儿 真要是换了这儿 可能还不如求职者 表现得好 我们那块空了一个位置 从下周开始 将会有新人 慢慢地来代替刘慧普 当然我们还会 想念刘慧普 同时刘慧普 会以什么样的方式 重新回到非你莫所 什么样的奇迹 都会出现 因为我们的名字叫 步步高微稳智能手机 非你莫所 下次见